所以Booking這個地方公式主要有四個部分 記得第一個部分是用View函數 把他的縮寫插到 第二個是用TESTER 把他的Check-in的月跟日 這個是他的住的幾天 最後的話就是他的名字 ID上面就是相關訊息就都有了 接下來請你切到那個BO-LIST 這個BO-LIST就是你的帳單 帳單裡面的一個細目清單 你會發現這個Booking ID 跟這個前面的Booking ID是一樣的東西 只是說前面是資料 後面是要查詢的東西 所以可能BO-LIST 你們老闆突然給你一個清單 你幫我查一下 這些ID的相關的資料幫我列出來 我想要知道這個人 這一筆訂單到底是哪一個人住的 然後他住的房間是幾號房 然後他住幾晚 花了多少錢幫我列出來 OK 你到不然總共給你這些資料查 總共幾個 200多個 叫你要查 當然不是叫你一個慢慢查 你要查一個其他向下填滿就好了 那主要是用那個ID去查就可以了 所以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 題目其實上面也有說明 這個地方也有提到 所以你們可以看一下 我看一下這個地方 其實它的題目其實也有說 有沒有這個NAM欄位做什麼 有沒有然後RUN number做什麼 那實際上我覺得看這個 倒不如看下面 我覺得下面這個比較好理解 這個的話就是他的什麼 他的名跟他的姓 有沒有 所以先把他的名字先找出來 然後空一格再加上他的姓 所以這個資料的話在哪裡呢 這個資料在前面這裡 所以先找他的FirstName 再找他的Sername 中間空一個空白 這樣就OK了 所以第一個Name的部分 就是把它查出來 那第二個的話RUN number RUN number 那我怎麼知道他住幾號房 那當然你可以看一下前面 有沒有幾號房的區 有耶 在第六有沒有F欄就有了 所以其實你只要有Booking ID 這個訊息應該就OK了 然後再來的話幾晚 幾晚很簡單嘛 就是把那個Checkout的日期 減掉Check in 不用加1 因為加1的話變幾天了 那價格的話呢 當然價格比較麻煩 因為到底他住在哪裡呢 那我怎麼知道他那個房間 到底多少錢 那其實要根據什麼 才能查得到 跟各位講 這個可能要到那個公事裡面 名稱管理員 他這邊有一個叫做 關於那個 Lookup就是查詢嘛 Price就是價格 意思是說有一個這個對照表 名稱叫做什麼 查詢 Lookup Price 就查那個價格的一個對照表 那你把它點下去 點下面這個地方 它會跳到這個地方 有沒有 就是其實這個工作表 那其中的話呢 這個裡面呢 我要怎麼能夠查到價格 特別注意喔 你可以應該可以猜得出來吧 前面的話呢 再來是它的什麼 飯店的縮寫加一槓 後面的話呢 加上它的什麼 它的房號 那再來後面就是它的價格了 所以喔 那我們有這個資料嗎 我們好像沒有這個資料 但是其實我們是可以什麼 可以把它組合在一起 怎麼組合呢 就是可以把這個資料 有沒有 那麼現在就是一個資料 然後我就把這個資料 就是要去查到 那這個資料 然後這個資料 你們還有資料 要用第一台資料 那這個資料 應該要是那個資料 你可以用一個資料 有一個資料 不一個資料 大家可以買一個資料 那這個資料 那這個資料 這是有資料 這個是那個資料 就是自己的資料 我們可以用一個資料 然後他們 用一個資料 今天就是最多資料 Viru函數一樣用Viru函數 然後Name的部分先把他的First Name先查出來 所以First Name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那查什麼呢?查這個編號 所以理論上查都一定查編號 去哪邊查呢?按F3 那跟各位講 他這個Booking 他已經幫我定義一個叫Booking的一個名稱了 所以不用重新再定義了 他已經有幫你定義好了 OK,按確定 那這邊的話呢 實際上指的是哪一個? 我現在點下面,然後再點上面 他會跳過來 那這個Booking其實指的就是 現在你看到這個範圍 那總共的話有 六七八九個欄位 可是我要抓的是 第幾個欄位呢? 我要抓這個吧 所以這個是第八對不對? 這個是第九 所以我就先抓第八,空一格再抓第九 那不就是他的全名嗎? 就先抓第八 然後要找接近不要 OK,ROMEO就出來了 如果你有看到ROMEO 而不是緊NA的話 如果你看到是緊NA 那你可能要檢查一下 你剛剛做的那個Booking ID一定有錯誤 不然的話不會是這個 緊NA喔 OK,按確定 好,他名字有了 再來的話AND一個空白 空白,然後再一個後雙引號 然後再AND什麼呢? 第九欄嘛 其實第九欄跟第八欄其實查詢的方法一模一樣 所以最聰明的辦法是把前面的公式複製 然後貼到後面之後的話 把它改一個9就可以了 OK,打勾,這樣的名字就有了 有沒有,ROMEO這個 好,那住幾號房呢? 剛剛有看到嗎? 在第六 所以呢 其實聰明的辦法 應該就是把剛剛這個公式怎麼樣 直接複製嘛 然後取消 因為他第六嘛 所以很簡單 貼上之後怎麼樣 直接把八改成多少 改成六比較好了 有沒有 因為他剛好在第六欄嘛 OK,打個勾,這樣的話呢 幾號房就有了 那幾碗的話呢 是在第幾個 第四跟第五 所以把第五減掉第四就好了 所以呢 我們一樣 把他剛剛公式貼過來 然後先把第五欄 就是他 Checkout的日期有沒有 再減掉 剛剛 這個多一個等號 把這個等號拿掉就好了 然後減掉第四欄 就是把他 Checkout減掉 Checkout減掉Checkin就OK了 打個勾 好,那就住三萬 那多少錢呢? 這個多少錢我剛好提到 因為我要去查這個表 查那個什麼 look price 那這裡面的話一定是要變成這樣子 就是縮寫減 再串一個他的房號 才可以查 所以我先做第一件事 等於 先用什麼 用laps好了 我先用文字類裡面的那個laps函數 去抓前三個字 所以這個的前三個字 所以這個的前三個字 有了 再串 所以串的話是end 然後他的run number 好 那這樣打勾之後的話 這個有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就是把這個公式 剪下來之後去查 所以呢 剪下來之後呢 再到這個 檢視與參照裡面的 v-run數 然後把它貼上 去哪邊查呢 按F3 他有一個對照表叫做 什麼 lookup price 這個 這個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lookup就查嘛 price就價格 OK 就查價格的一個對照表 然後呢 把他的第二欄幫我取回 第二欄其實就是 就是他的什麼 多少錢 第一欄就是這個 第二欄 OK 這個補零就可以了 查回來有錢的3800 OK 按確定 然後amount的話呢 就是把兩個相乘 這個 乘 這個 打個勾 這樣就OK了 其他的話就是 變成你就是 把這個全部都向下填滿 就可以把其他資料呢 就通通完成了 OK 所以其實應該 沒有很困難 但前提就是記得 這邊穿針引線的話 一定都是v-run數 你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換成別的 一定可以 但是 不要找自己麻煩 為什麼 因為v-run數最 我是覺得最簡單 OK 你說老師換成別的 可以啦 其實這邊可以換成 index加match 但問題很麻煩 要兩個 你要先match查完 然後再放在index 算了 還是用v-run數 對吧 我是覺得除非 有特殊案例 不然的話 我覺得v-run數還是目前來說 最 比較可以接受 而且用久了 習慣了 也不會出什麼問題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特別注意 如果你假設 查 那個b-o-list 第一個問題查的時候 馬上出現 緊NA的時候 應該沒有別的可能性 就是你的前面的那個booking id 裡面的公式 應該是有翻錯 因為之前蠻多同學 都是在那個地方出現錯誤 所以一查不行 查不到